一百空四年度 定規破囑第五次全国聘业比赛 在每一年美食官 去行动班长电影和作品电视 今年祝奏起演在全国家里聘业的好处包括在新北市 郭武藤芳新帖苗立台中中华欢迎嘉义台南高雄顶顶 10月1日178月的各处来参加 作品到达五百件 参赛作品上当级有掌握的这一段 竟然竟然能够公示10分劫力 定規破囑立压比赛一年比一年出席 对台东地方文化观众生涯及林建都有加分的效果 当时协议科学性的支持和困点 为了心中和公平 比赛品车专业比赛进行屏蔽 并拜登破囑在地人数 协议党委 以及各官司立压学会与一比赛团队 总共有10个官司的摄影好手来参加 我们作品五百件 经过三位评审 公平的评审之后 我们有意初选 互选 讨论 决选 以及投票 这五个阶段 来评选出最好的照片 在我们美宁美术馆 在这里在陈列 展览 我们今天这位摄影高手齐聚一堂 我们希望透过评审老师 公平的评审 我们不希望有宜珠之憾 希望这位评审非常愿愿 当然这么多好手来参加我们颁奖典礼 希望照项灯花朴子的摄影比赛 可以将我们的破囑来行销 希望我们对破囑的地名堂 以及破囑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组航 介绍给我们的全台湾所有的好朋友来了解 列明比赛是记录副主持杜佑 传行1999年纪股的议审定会协议协议 包括佩仁共进香气候协议 以及定会总体结讯 搭配文化路由导览 以及定会列明竞赛典礼典 都玩瓦东 让香气变油脚 列明减入油 因此 并且没够得到列明技术之外 竟可以切合破囑主持定会接近的主题 将列明竞赛由单身的技术性评逼 提升到警告友人文力士和美国民众的提供 谢谢新闻 庄来信 破囑主持 彩虹 布登